早安 早安 各位觀眾 Helmer 大家好 大家好 這次在台灣有些收穫 我們那個軟件做到差不多了 上架 只是那個核心部分 就10號 今天是不是10號 今天是上架 可能要兩天都批 蘋果和Android Android就是Google 兩天都批 批了之後就可以download來試 只是試那個核心部分 不是投票也不是公投 就只是試那個 你覺得安全這樣做 你覺得安全 這樣才下一步 我們要很小心 這件事 不是說玩了 有什麼事 拿觀眾的安全 大家這些事情要很小心 別人的自由 不可以隨便 所以我一直都是小心到不得了 做別的事沒那麼小心 我自己的事沒那麼小心 我告訴你 我自己就說去馬就去馬了 不過每一個觀眾的身份將來都是一件很大的事 所以我們差不多星期五到今天是星期三 星期五就可以 我到時會公佈的了 就怎麼下載 怎麼做 我們會跟著 由星期五我們做節目 今天是星期三 星期三今天是 是不是 小霞? 是的 星期五我們到時再說 今天我就做了一個標題 因為我都聽到 有時候聽到Elon Musk 在古巴 不是不是不是 我在巴西 在巴西 在巴西 我的時差我還沒搞定 真是還沒搞定 因為你這個忙 一忙那些沒什麼機會轉回 在巴西 他這次表示他主持正義 很多很多觀眾都是對他在大陸 因為他講了一些話 講了台灣 大陸那些 就很不滿意 那些就一步一步來 起碼他在美國做了什麼 是吧? 在美國X做了什麼 對付那些政治問題 對付特朗普怎麼做 接著這次在古巴 小霞 或者你講講的過程 那些觀眾未必知道 巴西 對不起 巴西 對不起 小霞 你講講的過程 因為巴西 巴西是大國家來的 不是講話的 將來很有份量的 巴西是大國 而且是葡萄牙語的大國 它不是講西班牙語的 原來是葡萄牙殖民地 熱帶雨林地區 巴西這個事情先從後面講到前面 先講最近的法制 最近Elon Musk的X 全世界在中國那些不給他 X對有些人批評巴西政府 又講一些 總之是跟巴西政府不合適的話 那個我稍後再講回頭 巴西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就判了 要Elon Musk去封了那個人的帳號 一批人的帳號 Elon Musk說言論自由不封 不封 結果這個大法官就要 最後又要考慮起訴罰款 整個站Elon Musk說為了言論自由 什麼都肯定不封 就變成了兩邊打擂台 打到直 打到直 其實其中有一個人 Glan Greenwood 就是斯諾登 我經常在香港採訪斯諾登的 他就走到巴西 巴西在現場報道了很多 我們知道巴西最近這些年就很動盪 很動盪 為什麼呢? 拉美國家我們看到整個拉美都很多動盪的 拉美很有意思的 你看很多在美國上層下層 雖然是比較分開的 但是知識分子和人民那種脫離程度 就是跟拉美很不一樣的 拉美有一種它有歐洲傳統的知識分子 共產主義的 無政府主義的 什麼主義 拉美的思想界很活躍的 整個下面窮人很多很多 那裡就不識字的窮人 整個社會很分裂 巴西不僅是巴西 政治情況下 但是拉美就經常出現左派和右派 互相換的那種政治變革 以前美國就說拉美是拉美 就是美國後院 拉美 美洲是美洲是美洲 所以CIA那些是間入很多的 在拉美 那麼這年我們已經看到 拉美的左派右派之間有這麼多不同的這種 這種調來調去 它又有民主選舉制度 所以我們看到阿根廷 就選了一個右翼總統上來的 巴西在2018年又是選了一個右翼總統的 巴西羅娜 巴西羅娜 羅娜 羅娜 差不多這樣 我們原文讀音都是 他呢 大右派被稱為巴西的特朗普 又說話很敢說的做事 他是軍人出身的嘛 那就上去競選了 結果他兒子 我見過一次吃過一頓飯 他兒子就是議員來的 他們跟特朗普那些 他本人跟特朗普印象的關係又很好 他們之間又快有一種很默契的那種 後來就是2022年再選舉 好像是0.9個差距 他本來群眾很支持他 又是一樣的 大量的選票作弊 他就把這個共產黨 真的是共產黨來的 不是錯的 羅娜選了上來 這個羅娜是誰 我還見過很久 20多年前 他還沒發達的時候 他是跟巴西勞工那些單位出來的 所以我在勞工組織裡見過他 這個正共產黨來的 中共都沒這麼共產黨的 老實說他們那些中共說共產黨 他是要拿權的 他不是這麼相信那些國營經濟 平均的 中國現在搞到那些窮人 鬼不窮的人 但是他們那些拉美的共產黨 真信的要做這一條 上來之後 結果又是因為好像一月六號美國一樣 群眾示威又這樣衝了 那又是去抓人 一模一樣的事情 巴西做到 這個總統本身 又要抓他 他跑了來美國 他兒子在那裡 巴西實行了很嚴格的 對言論的控制 給美國 以前美國有第一修正案 保證你的言論自由 你都可以告 但是美國就從拜登政府上來 你實行了類似法西斯式的政策 就潛制言論 就用國家安全和社會這些理由 叫它謠言 在美國老實說你不喜歡造謠 造謠是有法律依據的 不是你怎麼叫做謠 什麼是正確言論 所以只有法西斯和共產黨國家 才會這樣潛制言論 拜登政府一路就這樣做 我們也看到 但是美國的反彈很厲害 但是在巴西 巴西那種制度 他雖然說是聯邦制 但地方都沒有那麼多權 他就一路追殺那些人 Elon Musk有個X 那些人就上去講 所以他現在不是要 用法官出身 要Elon Musk 去封了那些人的帳號 Elon Musk不肯封了 前後差不多的事情就這樣 就沒有得再講 你現在在講的那些是 Glan Greenwald 報道的 是不是 Glan Greenwald 一路美國媒體都有報道的 Glan Greenwald自己 在巴西那裡報道 Glan Greenwald Glan Greenwald那些事情 都是很真的 他都有報道的 是嗎 他當然有報道 他人在那裡報道 他也有報道的 對 他住在巴西那裡 是 現場 他原來是同性戀 原來他的男朋友 他的丈夫是結了婚的 是議員 不過他立場是保守派的 他立場不是保守派的 Glan Greenwald 他一向都是很 自由的 很反政府 那時候 如果不是這樣 斯洛登也不會找到他 他那時候就很反報實政府 後來他第一次支持 他支持 希拉莉 是嗎 是啊 但是最近我看了訪問 他講了訪問 他基本上是保守派 現在整群人都變了 整群人都變了 整群人的腦袋都變了 現在大量這些人 現在變成信 你不要說昨天美國大新聞 我昨天看我Patreon 我就整個 我不僅是整篇文章也上去 我還要開給公眾看 所以大家掃描進去 你沒有訂閱都可以看的 就是昨天一樣 就是說大家 這個是關聯的 美國昨天NPR 就是美國那個 就是國家新聞廣播網絡 你那時候是在NPR接受採訪的 最大的新聞廣播網 P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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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PR是一個系統來的 一個系統來的 NPR是National Broadcasting Radio 它是從radio開始 我來到美國聽了幾十年 我現在都很少聽的 實在受不了 但是它有很多知識 美國的小孩子 每天看大雀 那些就是全部PBS的公益節目 哦 它的資深編插 昨天就寫了一篇長文章 這篇長文章就是NPR 為什麼失去公眾信任 大家上去看 就是我給一些背景 你看就知道 這個就等於是 就是等於是美國的 唯一的美國 公眾給錢的電台 電台電視台 它是非營利的 它是非營利的 我以前每年都給錢 後來很生氣不給的 我每年都捐一百元 那種公眾大家都捐錢的 後來真的因為它太煩了 我太生氣了 我已經停了很多年了 它就影響很大的 它影響真的很大 但是最近發現它跌跌跌到 原來四分一都不夠的 那些聽眾 就是為什麼呢 這個編插的寫信 寫出來說 2016年之後 特朗普上來之後 那些人很瘋了 就掉了所有這些新聞的原則 這個中間就是一件事情 和我還有一些關係的 就是怎麼說呢 原來美國之音上頭的廣播委員會的CEO 又叫John Lansing 那個人是很差的 差到什麼地步呢 差到他自己 大家都要上班 他自己一年來上三四個月班 只剩下在家裡 不來的 在家裡不是在華盛頓附近的家裡 在威斯康城那邊的家裡很遠 是不回來的 他就不管了 是要拿工資不做事 那做事呢 那一年 當時他 我和他談了很多次 就是要改 他不聽的 他整個種族主義者來 覺得這些亞洲人你懂什麼 那種態度 其實他什麼都不懂 就說完了 就是出了郭文貴的事情 他出來說 他說南亞部 說我在南亞部 我說喂 中國怎麼走到南亞 有沒有搞錯 就是無知 是這麼無知的 但是很懂和上邊搞關係 那些白人男人那種 就是真是蠢 知識上蠢到死 他2018年調去NPR 他就做了那邊的CEO 做了那邊的CEO 就是很懂搞關係 人人知道他沒有能力 去到之後 這篇文章揭發出來 第一件事情 就是推一些DEI 就說 這個是我的責任 我負全責 就全部 新聞就不管了 全部就去做什麼 什麼白人特權 要如何減低 要如何提升小數 就全部搞完 全部搞完這些東西 而且呢 總編就明令不去報道 好像Hunter Biden那些電郵 通俄門 天天都聽著民主黨 說什麼就報什麼 就是全部都是這樣 沒有了公眾信任 那昨天出來 就是爆炸性的那篇文章 阿蕭那次訪問我那個Woo 是不是Woo 那個韓國人 是啊是啊 那個人的立場 又都是 就是你們說他 是左 但是他的立場 我覺得 我覺得他的立場 都挺保守的 肯定不是 你看他 是嗎 你覺得不是 我聽他說其他的事情 他講 就是反對中國 什麼什麼 那些不關保守的事 就是支持 支持香港 民主 支持人民反抗 那些不關事的 他阻礙到一堆圖 如果你 你試一下叫他 說氣候變化 沒有保守的 全部阻礙到一堆圖 那些人 真的 到了沒有其他聲音 不准出來 現在巴西也是這樣 巴西還是 唯一剩下Elon Musk的Twitter 他們就要調查 一班巴西人 他們說 我們叫網絡民兵 就在網絡上自由發言 喂 自由說要做民兵 自由程度很差 不是啊 你都推翻政府 一樣去查 全世界這些專制回朝 我們真是從言論自由這個角度說 原來 大家可以想一下 當時蘇聯還在那時候 共產國家沒有自由 但是共產國家裡頭的人 就拼命去地下印刷 做些什麼事情 推這個言論自由 西方有言論自由 誰知道現在 政府拿了這麼多權 特別有社交媒體以後 有社交媒體 大家有地方發言 誰知道他們弄成這樣 用刑罰來弄言論自由的人 很恐怖啊 嗯 嗯 但是小雄 我記起來 就是 Lavin 就請了烏 上去他那裡說話 那他在法律那方面 對特朗普那些官司 就說的東西 是幾是正直的 沒有請烏 他說沒有吧 沒有 就說他跟烏的關係很好 他們兩個人好像很溝通 很好 很好 他不是律師 那應該是 他不是 但是 他發表 他關於特朗普那些案件 他就說的幾什麼 幾正確的 就沒有強行 不是那些基礎人 那些基礎人 那些基礎人 那個是誰呢 那個是Berkeley的法學教授 那個余陽正如 原來司法部副護長 你搞錯人 直接搞錯人 不是那個人 兩個人有點像 都是韓國人 兩個都是 不是華裔來的 是華裔來的 就是死了 司法部副護長 完全不是一個人 U 不是Y字頭 一個Y一個W John Yu John Yu 是 他是Berkeley的教授 他原來是小布什政府的 那個司法部副護長 他講什麼呢 他就當時 他就出了什麼名字 當時就說 伊拉克可不可以去 用一些俘虜 抓了一些人 那些統暴分子 可不可以用水刑 他寫了一個memory 說從法律上說可以用 那個時候很出名 John Yu這樣就很出名 是啊 我搞錯了 是啊 他講話是什麼 挺實在的 John Yu 在法律問題上說得很精精 法學教授 川普那些case 講得很精精 他是法學教授 是 是 是 說是三個中國人面 不懂得講中文的 都是 我知道 嗯 現在Elon Musk 在美國的立場就不錯 這次在巴西都很棒 但是就是問題 現在個個都覺得 他不敢講共產黨的事情 基本上 就是說共產黨 上海那家工廠 他很厲害 他就不敢 不敢抵毀共產黨 人的事情 我的立場就好什麼 戰爭自由 你講 你自己喜歡講什麼就講什麼 有時候人人都有利益 考慮有些事情不講的 好像他們經常都說 大陸這些人 又不可以批評中共 人家的父母 或者什麼 在國內 你不能夠強求 你自己是一回事 我選擇 我選擇是這麼說 那天有些朋友來的 去不去派對 我說不要去 免得被人拍照 就賴了你了 我覺得每個人 都有自己有自由選擇 我就很討厭那些 很激進的人 說你又不講 這個又不講 他做了這麼多事情 他一句都不講 他都不爭你的 就是這樣說 就是別人的事情 你何必 如果他不想講 他不講 到時他想講就講 別人的事情 我的態度就是 你自己要講什麼 你自己衡量 你自己有沒有膽講 我個人都說 北京人叫他拆大膽 什麼都講 但是我有一條 我信什麼就講什麼 不是說 Elon Musk可能有些事情 就算他信 就是中國經濟的前途 他信什麼 都是自己的問題 不是 他就是說台灣 台灣屬於大陸的 就是跟了大陸的立場 他是個商人 這些事情是沒得強求的 這些事情是沒得強求的 大家是怎麼想的呢 我是很主張言論自由 我就怎麼 我就不相信 你是用漫畫封殺 別人對方不同的言論 這是一種好的辦法 那你是不是就自己爭論 台灣以前是 現在人家不想是 我是覺得 台灣這個事情是很簡單的 大陸就說 我們歷史上 我們是一個國家 一家兄弟 人家要分家分了 沒有說以前是兄弟 現在是不能分的 所以這些事情 就是大陸的說法 是沒有道理的 那要台灣人民選擇 大家都要投票 那你又不讓人家 每天都嚇了 說你獨立就要打人家 那是你愚蠢 好像一家 弟弟說要分家 哥哥說你分家 我打死你為止 連小孩子一起打 那些誰沒有道理 是不是 我們原來是一家 現在不想是 就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完全都不複雜的 明白 阿蕭先生 我們跟觀眾 跟特朗普那些案件 大概走一走 要不可以有誰 他現在誰 基本上不是大問題 是誰 哪幾個案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不是 不是 現在就 就是他那個 那個民事案就過了 他錢就交了 不管 現在四個案 四個案 紐約有一個 紐約那個 這個是馬上要開庭 就是五月份開庭 那個掩口費 掩口費 掩口費有什麼不妥的 我不是很明白 是的 所以 但是紐約 掩口費這樣說的不妥的 15萬塊掩口費 2016年給的 是不是 他是用他的公司給的 那麼 美國就有法律說 你如果是用來競選 你的競選資金 是很透明的 哪分錢用在哪裏都知道的 所以 你現在用公司給的 實際上你是公司給了競選的競選資金 那就違反了競選法 但是 這幾個問題 第一個 選舉法不關周時 就是聯邦競選不關周時 所以當時其實 拜登的司法部看過這個案 沒有案來的 任何所有的 都說 你這麼大幾多億的競選出 一些問題 經常都出的 永遠出的 以前那個民主黨的John Edwards 拿了競選經費來養了一個情人 還養了一個兒子 後來陪審團照樣陪他沒有罪的 那麼 Hillary那些是違反很多 Hillary現在有很多她都沒有違反 找顧外國人去調查 Trump那些都沒有調查她 但是 就真的 這麼大的 她現在就這麼說 第一個 這筆是否應該競選經費出 有得爭的 她私人出 她自己掏錢包而已 是不是 你說掏錢包 她是非法 就是說 你應該算入競選的帳 你不算 掏口費本來都是掏的 你要掏口費公佈 很愚蠢 什麼叫掏口費 沒得掏的了 對不對 所以 這個 紐約那邊就改了自己的法律 來干預這個事情 紐約那些愚蠢陪審前 就一定是會判她有罪的 所以 所以 但是全世界都看得明明白白 這個有罪 真的不會妨礙 Trump選舉 但是 如果 如果判她有罪 結果是什麼 那些人會不會坐牢 他說想她判她坐牢 這個就是證明 Trump不怕判她坐牢的 如果你這樣的事情 從來沒有人敢判人坐牢 如果這樣判她坐牢 你難道判她一年 她不出來競選 又不行的 她的錢是她自己的 她的錢是她自己的 她自己給了掏口費 唯一就說她沒有當是政治 是那方面的 只是入例入得不對 沒有得到什麼好處 那個法官 正什麼 那個法官的女兒 我現在想想 你看這些錢的東西 那個法官的女兒 就做了一個組織 就專門去為民主黨的人賣錢 那還要是 就是這些不用說的了 弄了兩千多萬 就是跟那些 Adam Schiff 就要選 就是選 原來是民主黨 現在是民主黨議員 他要選這個 加州的參議員 那一路在那裡 跟他賣錢 一路弄了兩千多萬 那Trump 他的政治人物 現在是三十多歲 那Trump說法官這個女兒 她有私人的關係 又在攻擊她 就說了兩句 法官又封了她的口 不准她說任何事情 人家隨便可以罵你 你不能出聲 那大家都覺得很笨 那Trump又去告這個法官 所以現在這裏就一直在整 但是 差不多大家都指望著這個 他就會被他 他就會判他有罪的了 會判他有罪 但是他就會上訴 當然上訴 這些傻傻 正式是 就是這些 就是那個黑人的大肥佬 男檢察官來的 唉 真是又笨又頓 我都廢話說 聽她出來說話 真的前言不答後言 這麼笨 怎麼選上去呢 你們住在紐約那些 你們紐約那些 選的那些官員 真是認真有問題的 真是 那如果他上訴 他現在就是紐約市 現在按在紐約市的法庭那裡 上訴是去到州那裡 還是什麼 上訴要州高等法院 之後就循迴法庭 循迴法庭就 很多 聯邦法庭再到循迴法庭 就租最高法院這樣 那有段時間上訴 這個事情15萬元你說 就這樣去整他 這個是一個 那在華盛頓DC這個案 就是華盛頓DC 那個文件 不是文件 不是文件 1月6號 1月6號那單 1月6號那單 Peter Navarro 已經4個月坐牢 現在坐牢了兩個星期 川普那裡就說 要審他 Jack Smith說他 1月6號就等於推翻 他自己是政府的總統 所以川普的團隊就上訴到聯邦法院 是 去聯邦法院上訴 喂 他是總統 他有行政特權 他做什麼 你怎麼可以拿那個起訴 他呢 上訴法院 結果Jack Smith一見到上訴法院 就接受了案 就頂了去最高法院 跟最高法院說 喂 你要判 他越級上訴 結果最高法院 拿回來說 還在聯邦法院做 聯邦法院做 判了下來 有沒有行政特權 有行政特權 這個就不用做的了 Elmer不見了 我繼續說 有行政特權 這個就不用做的了 就是不用告的 但是如果沒有行政特權 他們就要開庭了 跟著就要開庭 應該是爭取到7、8月份開庭 那開庭的時間 為了讓他競選總統 沒有辦法每天都坐在法庭上 沒有辦法去競選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去了法庭之後 他們那些媒體 就不得不每天都去報告 所以他每天都可以看 這個是華盛頓特區的案 下面就有Georgia那個案 Georgia那個案 是說特朗普那時候電話會議 兩邊都一群人聽的 不是一個對一個打的 就跟Georgia說 那萬多票 那十一萬票 你給我找回來 就告她 那個黑妹 那個黑妹告她 說她是干預選舉 檢控她 說她是集團犯罪 一告過那十九個人 那集團犯罪告下來 誰知一告一下就被我們講了很多次 抄回來就說她那邊 就是那個黑妹找那個檢察官 找那個主控官 現在在講Georgia那件案 我剛剛講完華盛頓特區 不好意思 我剛才那個手機過熱 現在我用ipad 不好意思 剛才我講完華盛頓DC 現在講回這一宗 這一宗就有很長時間拖 現在正在拖 那個法官 大家開玩笑 一個小孩就把湯開一半 大家爭 把主控官DQ了 主控官就下來了 那個情人下來了 就留回那個檢察官 但是現在特朗普的團隊又去告 而且Georgia在審視這個檢察官 這個黑妹有沒有資格做這個事情 所以現在正在這個階段 她想在大選之前開審 把特朗普整個法庭 這個做不到的了 這個做不到的了 有很長時間搞 你告這麼多人 有很長時間 人都沒聽證 搞完這個Georgia的案 佛羅里達那個案 現在在講什麼時候開庭 那個女法官 那個是特朗普任命的 她現在在做什麼 要選陪審團 要審查 那些文件 那些文件 是呀 是呀 叫Canon 法官 那要做 有很長時間去做 要開庭 要真的天天上去這樣審 有很長時間都沒做到 所以現在處理這樣 唯一有可能 如果聯邦法院上來之後 判了下來說特朗普沒有行政特權 那就是華盛頓DC這個要做 但是呢 這樣搞法真的是 美國的司法系統給那些人玩完了 昨天 我剛剛講PBS那邊就說了 美國的新聞系統玩完了 那司法系統給他們玩完了呢 下面都不知道玩完了在哪裡 為什麽我想說 我要你講一次 因爲主流媒體胡亂說話的 就是這些主流媒體直接偏幫到離譜了 變成就沒什麽人報這件事 如果真是看主流媒體 就全部是錯覺來的 大家看我的Patreon 我的東西很齊齊的 我Patreon有些適合那些 就是很多 我一直都會跟著 就是有時天天都跟著沒有必要的 但是你去我的那裡 比如你看Trump案件 我有些tag 你按tag的Trump案件 拜登案件 你看兩邊都會有報導 最近沒什麽新東西出 所以我一到開心的時候 我就會有很多東西出去的 就是沒什麽大礙 現在沒有什麽大的事情發生 最近這些發生的事情又多了 但是Trump那個民意相當好 小夏麻煩你講兩句關於現在 就是那個搖擺州的民意 搖擺州的民意一般天天都變的 但是現在搖擺州 所謂的搖擺州最主要是 以前叫做藍色長城 Blue War 就是民主黨的 就是那些鐵壽大的工人 沒有失業的地方了 原來那些搖擺州包括 好像Wisconsin、Michigan、Pennsylvania、Ohio Giorgio 那一帶 本來Jiorgio不是啊 不是啊 我說藍色長城 Jiorgio和Arizona是南部的 另外一回事 這些州的工會力量很大 但是就好像Wisconsin Wisconsin、Trump 2016年一萬多票贏的嘛 後來2020年拜登又說一萬多票贏的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是一件大事 2020年2022年兩次都是 因為他郵寄投票搞得好 所以現在都查了很多假票出來了 現在共和黨在爭取 這些地方是Michigan Michigan、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差點 Trump 還領先一些 但是不是很多 好像Michigan、Wisconsin 全部都在領先 這年來如果沒有了芝加哥 一定領先的 有芝加哥想都不用想 現在 那就是到南部 Arizona受那個非法移民影響很厲害 所以Arizona如果不是去做票 應該就是Trump 贏的了 但是上次已經查出很多做票 Carrie Lay他們還在告 所以差不多現在關鍵就是下面的選舉那時候那些具體 新的RNC上來 那天我給了一篇文章上去的 就是共和黨總部全部改了 我估計呢 因為我一直在聽消息 但是我估計 就是多半人就被人炒了 是 就是換了人了 那現在換了人之後呢 今天Trump 有一個務捐 那務捐很重要呢 務捐有沒有錢去運作 那兩個禮拜以前 Trump 冒了九千三百萬 拜登冒了一億九千四百萬 那克林頓和奧巴馬就一起 和拜登一起做了一個在紐約做一個Fundraising 就說十萬元拍張照片那種 就冒了兩千六百萬那一晚 你說過了一個禮拜 Trump 在馬拉拉圖沒有捐 那天去了八十幾個人 就是他叫全部都是大佬來的 不是八十 多錢那些 多錢那些 一個人平均一個人捐了八十四萬 那他就冒了五千幾萬 冒了五千零五十萬 那今天Trump 就在這裡 我不記得在哪裡 和RNC冒捐了 今天已經是 還沒開始 答應捐了一千五百萬 所以他在這個錢裡就趕上來 這些全部一邊看的 一邊移動 一邊看的 小白 我有一件事要問了 但是現在開始 發現三年前那些票有很多作假的 根本就不是人簽的 是打人簽簽的 現在三年後 那件事都已經差不多 就快第二任了 那些案件怎麼辦呢? 就算被他找到證據 說那些是假票 又在這裡作假的 那那個法律怎麼處理呢? 對這個選舉 沒得處理 你就算宣佈他不行了 那已經過去了 所以只留一個歷史記錄而已 就是下次不達到 不是啊 下次不收了 找到那些人可不可以罰那些人呢? 有沒有得罰呢? 不知道啊 到時在哪個地方怎麼判這個法律 我不知道它是怎樣的 按照法律寫的法律是可以判的 但是你就不知道了 真的不知道了 是 但是就沒得回頭了 沒得回頭的 不可能的 你說不回頭的那三年 你怎麼算呢? 就算是剩下幾個月 你怎麼會呢? 沒得回頭的 有一段時間 只是打官司都還不夠時間 所以你說這麼簡單的 只是簽名那裡 是打印機打的 就不是簽的 這麼簡單的事情 到了現在都沒有機會證明 就是用來唸票 都還沒唸到這塊 他們那些地方 Georgia那些地方 有些遠 遠點票嘛 原來一個簽名要有13個點對著才行的 它現在一個點 一個點全部對到啦 做假做到真是沒有譜了 那你估計 以前大家都開始明白 但是會不會 會不會明白了 會不會影響到下一次2024年不做呢? 現在說不是以前 從來都明白 沒有不明白的 是外邊的人不明白而已 旅行operation 我們逢之明白的這個事情 就是民主黨說作假票 你想想 說回歷史吧 Kennedy那時候上來 Kennedy和Nixon兩個人 差10萬票而已 那10萬票是Eleanor 只是芝加哥查出6萬多票來 他們拿著名單去墳地 到那些人死了還在投票 從來都知道 民主黨 所以為什麼民主黨幾十年一直在說 我們選手上的謊話題 要不要拿ID 要不要拿身份證去投票嘛 民主黨的人說你拿身份證投票 就是迫害小數族裔 我說喂 我哪家小數族裔 沒有身份證的 沒有身份證的 那個哪有資格投票呢 就是這樣嘛 有些人不明白的 那天那些人還有說 好像我們Junior投票 拿個什麼電費地址什麼都可以的 我說不是的 這個只是對已經登記了選民來計的 你去登記的時候嘛 你去登記的時候登記 你現在就是說 你是 有些人 比如我今天住在這個區 我第二天 我登記了投票的了 我剛剛投票前兩星期 搬去旁邊 那個號就不一樣了 那我拿一張說我登記過 我剛剛改的地址 有30天我還沒改的 我現在拿一張電費地址來 對的 我還是一個Junior居民 這樣嘛 就是我的問題呢 就是說 是不是都繼續作弊 是不是繼續作弊 只不過是929 夠不夠數字 給它贏了 是啊 永遠都是這樣 這個事情根本不是 就是這麼說 因為2016年大家關注到 後來他們說 如果是1960年那次選舉 如果真是老實投票的話 Kennedy肯定贏不了的 肯定是Nixon贏的嘛 很簡單的這些事情 他做了多久了 所以輸了 真的要吞掉 沒辦法 而且還是不會跟證的 只不過跟證一點 實際就沒有什麼大跟證的 你這些事情呢 就是有一條就怎麼說呢 美國這種民主制度是這樣 肯定有很多很多漏洞的 但是大趨勢呢 2020年為什麼大家這麼生氣呢 是大趨勢被它改了嘛 是 平時 哎呀 民主黨控制 你說Nixon和Kennedy兩個有幾大區別呢 不是這麼大區別的 回頭看 他們兩個參選的時候是好朋友 Kennedy反共做反得比Nixon更厲害 所以呢 大家都有很多 不是現在呢 上面去的痴呆 他還不算 現在感覺差別就大 現在推上去痴呆 下面那幫人 全部都是共產黨來的那幫人 所以這個是根本性的轉變嘛 就跟以前不一樣 這兩天呢 Jimmy Diamond 就是Chase Chase Chase 不是 那個 Morgan Stanley Morgan Stanley 就出來說呢 說美國那個經濟都幾大問題 那個金融都幾大問題 實際上我們經常都留意說 中共那邊借債借的都差不多 美國總大禍 美國的債 美國除了那個割債之外呢 它陸道還在那邊洗錢 打仗也要洗錢 一會兒的綠色也要洗錢 陸道還在那邊洗錢 所以現在Diamond管那個金融 管得很穩健的人 他說很嚴重 他說隨時美國會加息 就是現在差不多美國5%左右 美國現在那個割5% 就是那些你買過債 但是呢 因為錢緊張可能會上到8% 這樣上到8%呢 就對經濟就很大的影響 還有很多人呢 都免得做生意了 就存了錢在那裡有8%拿啊 那做什麼生意呢 就是整個美國可能會有多大的影響啊 就是不只是大陸那邊 中共那邊的金融就在那裡 美國可能都會出事 現在就說回 耶倫去了就說回中國的產能 美國 美國現在很大的問題 很多沒有產能 產能都落後了 就是中共這麼多年 它自己新建起來了 美國這邊真的是 你現在突然間美國什麼都不准出口呢 食物不是問題 其他通通是問題 第一個大問題是藥啊 沒有藥啊 如果美國如果不貿易的話 你沒有藥啊 就是大家 阿斯匹林都沒有啊 另外 所有的東西 現在 你美國如果不貿易 就是跟中國貿易 怎麼會這麼多GIG在那裡 你車都沒有得開的 零件都沒有得換的 用在大陸很多汽車零件 我去到古巴 我對它有點感慨 因為美國禁運 哇 古巴的古董車 怎麼這麼偷街古董車 就是 它那些 我入古巴入境的時候 它要填表 關稅表 問你有沒有帶汽車零件 我哪有這麼愚蠢 帶汽車零件的 原來真的是那些人 有可能 我就不是遙傳 但是以Diamond 講 Diamond就是有權威 它銀行裡面又是最大又是最擅長的那個 它這樣說法就開始那些人有警覺了 就是說美國金融可能會出事 Jerami Diamond 這兩年回想起來了 原來他在那邊的大金融 那些人在世界經濟論壇這樣說的 現在想想想不是路 我經常跟一些教授這樣說的 我說你們這麼喜歡窮人 革命的什麼樣子 第一個革到你那裡 真的是 是啊 你試一下 我真的看中國的學生打老師那些 你想想 如果你的學生全部 按照他們和我大學教授 現在死了 你知道原來這樣說了 哈佛應該是 我讀書的時候 那些畢業生的平均分數是3.2而已 就是你很多B、C什麼都要拿 現在8、90%是A 就沒得說了 沒得說 不給的話 而且學校裡 白人、猶太人、華人的學生 亞裔全部減低 去了很多 哈佛拿錢 去中東拿了9個多億 就招了大匹中東的學生過來 這次就是反遊他們 原來猶太人是佔美國2%的人口 但是猶太人在哈佛佔了10%多 現在整整整整到3、4而已 亞裔又是死那麼減 其他種族那些多了很多 整個這個 而且這幫人還不只說 我要入哈佛 我要入普林斯頓 我要入大學 他入了之後 我要高分 分低都不行了 大家才說 數學是可憐了 我一個中國同學 中國學生離學 他說 哈佛那些MIT那些數學 我高中都學過 我說 喂 有沒有這回事啊 真的有這回事啊 就是你教育沖水沖到這個地步 如果 我好 幸好我現在不做教授 如果做就懶死我 因為我以前在講班都講了 十班至十五A而已 你想也不要想 不要過來跟我爭分 是不是呢 現在不行啊 現在一旦你分 你就閉上眼給分給了呢 說立即出一宗種族歧視 那些教授不用做 還有阿師傅說這兩天 這兩天是全美在這裡反猶太的 遊行 是吧 打遊行 猶太人呢 就是戰場上就贏了 但是呢 就以色形態那裡輸得真是很可憐 就是怎麼說呢 他們原來被人殺了一千二百人 那下來呢 他們 猶太人現在吃 吃的是什麼呢 是自己挺左派的苦果 是 是 是 猶太人阻止成這樣 八十頭民主黨 現在 你知道你戰場 你可以打到大家 我認識的那些猶太人 走回去參軍啊什麼成的 但是呢 你打贏了 到現在你輿論敢輸發 我都不知道怎麼說的 有時有些事情 那起碼大多數猶太人都基本上就是 就是開始醒覺 不會再支持左派啊 會不會呢 當然再支持左派啊 他可能就是 哎 那些人呢 很根深蒂固的 那天 我就去開派對之前 在座 因為是國務院的朋友呢 一堆國務院的中國方 都在那些猶太人 到什麼地步呢 大家不談得政治的 突然間不知道怎樣 就是他們知道我的名字 哎 你是 當時問起我 採訪國民鬼啊 那些事情 講起來 講起班農啊什麼東西 啊 國務院的人 我不是說那些無知的那些人 這是國務院的人 他說 現在呢 特朗普上去之後呢 班農肯定是國務卿啊 你是傻子的 但是他們國務院的人是這麼相信的 國務院的人 他說他會用這樣 一定要怎麼抵抗他 怎麼樣又如何如何 那我就說 兩邊 我都是用少數派這樣說 這些腐敗 我說 怎麼可能亨特拜登拿得錢啊 我整個 免得說了 走開算數了 不說了 他是不可能的 那你對著這樣 這幫是國務院的資深官員來的 應該是最有情報的人 他們不是 還要是中國科的資深官員 你知不知道中國怎麼腐敗 我真的 我當時就呆了 就叫做 我不知道怎麼說 不知說什麼好 就是你到這樣 你大家沒辦法談 事實根據到這樣 我回來說 錯到這麼離譜 不是 有時就想一下 我真的不知道你怎麼說呢 你都不知道從哪裡說起 我真的和我咬一群農藥是下一屆國務卿 我真是氣死了 所以他們一定要說 大家起床要反對他 如何如何 一定要帶他坐牢 不是他做了國務卿就壞了 都不抓牢而已 是啊 他反而不討厭 彭佩奧 因為彭佩奧 為什麼呢 彭佩奧上去就是沒有動國務院的人 他也討厭Tilesson 因為原來Tilesson是做官高的 這麼愚蠢國務院這麼多沒用的人 就計劃炒2,700人 彭佩奧上去之後什麼都沒有做 就停止了什麼都不做 只有一個口 所以他們喜歡彭佩奧就不動他們 就討厭Tilesson 如果彭佩奧上來肯定動他們 這些內部的事情真是的 彭佩奧上一個都沒有炒 彭佩奧最近在這裡挺欣勤的 他打算是國務院還是有機會做其他事情 那個人真的懂得拍馬屁 應該被Tilesson罵他死了 他又去弄他 說他有可能是副總統 馬拉雅都沒有叫他去過 他有什麼可能是副總統呢 現在的副總統那些人 每個人都會有個可能性 每個參圍找他們 如何如何 它一點都沒有 但是就在外面 那就是憑空想像 不是啊 如果他說回國務卿 也有些機會 但是副總統就沒有機會了 現在出來說 叫一些新保保守主義 那些什麼仗都要打的那些人 就出來做輿論 說他要做副總統 他說烏克蘭要打多一倍的 要給多一倍的 他說什麼美國要出來 什麼都要打的那些 這樣呢 特朗普第一個不用就是這樣的人了 嗯 他現在就收回聲 死的在那裡託特朗普 又託為什麼而已 嗯 這些華盛頓的事情 我真的想shut up 不想說 嗯 又有人傳言 Elon Musk 沒有機會入政府 你說呢 不會啦 不可能 那些性格不是入了兩天 被人拋出來 就像我的一樣 是這樣的 說兩句 要跟他們說說那些事情 不是 你不用跟他們說進去 所以我特朗普的人問我 我就說沒有這樣 如果要我回去做官 你第一個讓我先解除那些人 那些人在那裡 你不用說別的樣子 Elon Musk 我上去都會焚死 你上去了 第一天 歡迎好地地 第二個禮拜一開始 你天天秘書就跟你送一張紙來 你每一秒鐘都排在那裡 嗯 嗯 分分鐘又有人說 今天這個部門跟你開匯報 你都不知道它是哪個部門 你聽得一頭霧水 它就走了 你說你坐在那裡 你做頭怎麼說 有意思有意思 不錯不錯不錯 它回去就傳達指示 做得很好 繼續做你不想做些事 你只是搞清楚它裡頭誰在做什麼 你做幾年時間 嗯 所以你裡頭要有人 但是現在共和黨就是 特朗普裡頭沒有人 我在廣播機構就知道了 那裡頭那些 一群人 就是進來立即 你知道 你知道 當時 特朗普任命的人 給誰陰呢 就是 看起來很老實的 就是 我們原來 中文部出去的 台灣人 照黑路 現在在做大官 在做頭 他原來中文部出去是廣播員 是 一篇文章沒有寫過 你現在上網搜 你搜不到它 說一句話 做一輩子記者 搜不到一句 是讀稿廣播員的 但是他很懂 跟上級搞好關係 那上級 每個人都喜歡他 他上去之後 他很懂做 就把別人上邊的人 不想做 給我 我爭死去做那些 14歲的人 他什麼都跟你做了 一路就升上去 一路升上去 什麼都決定都不做 他的特別的特點 就是什麼都不做 決定說 大家挺好人 也挺好講話 誰知道 特朗普的人上去 他做什麼 他逆名去法庭 去告他 後來法官說 你一定要拿個名字出來 不是立不了案 他才不得不拿個名字出來 告特朗普 不是告特朗普 告特朗普 任命的那個 Michael Peck 他去法庭告 那大家 你死 你怎麼想都想不到 會是他去告 他好像 大家笑哈哈 那樣好的人 Michael Peck 他本人還跟我說 他有什麼事情 找他 他幾何 他幾何 誰知 就是他在後面 走去法庭 奸 奸 奸 厲害 他的能力 他不見了一年 你沒有感覺的 那種人 我知道 我手下的人 至於休假 誰休假 休了假 你這邊要補人 你就知道 休了假 你不記得他走了 一點用都沒有 一多半人就是這樣了 政府裡頭 這些人 最懂得去補官位 這些人 通通是民主黨 沒有一個不是的 是 那想說現在這幾天 這幾天 民主黨的形勢是怎麼樣的 現在不知道 現在死了 賀錦麗 死出來說說說說 好像很得戚 唉 他最好不要開口 說得越多 笑話越多 真是 不像民主黨那邊死了 那麼弄錢 所以 都是這樣 民主黨 唉 不知道怎麼說 他們另外說 我們那天說十月的驚奇 現在又有另外那種說法 又想一些 想一些他們 可能民主黨有些特別的招數 永遠都有的 這些都不是特別的 每次都是想一些 唉 你知道可以有人打架 什麼時候卡你一腳 那些 永遠都是這樣做的 這些沒問題的 到十月份 整個女的出來 整個誰 那種 那種事情 真是 很經常 好啊 早知今年激烈到不得了 我們做一下準備 將來可能那個報道 我們將來那個報道 可能要非常 大家都留意 實際我們 我們這個 我和小夏 在說 尤其是 在說中文 或者廣東話 真的沒有人 在我們 這麼近 對那個選舉的情況 這麼接近 我和大家再說一下 我現在廣東話的模式 是不是都越底出來了 我今天這個掃描 昨天光線又不對 昨天 總之很多細節 你出去看到 好好的 漂亮的 你不知道後面那裡 綠瓶掛到哪樣 又出了一個陰影 所以整天都是 一拍五分鐘 整整天的那種東西 我現在一直在整的 真是累到 今天又沒有空 今天我還跟李南央有show 今天那些事情還沒有出去 所以就叫做很多事情做 老實說 如果廣東話 要不要找個人介紹一下 每一篇文章 我知道了 我知道 你不用 你也是想著這個形式 我這個形式 我會的了 我會的了 但是有很多事情 就是你為了以後 要省一些 工夫做得快 都不是省工夫的問題 主要是你真的要出賭 就是做這一行 最怕出不了街 為什麼新聞行業 推了這麼多人在那裡呢 就是到時候 要出街的壓力很大的 所以我現在是把這些壓力 用人工智能 用各種因素 化解大部分壓力的意思 不是真的 有一個人生病一天 那就死了 整個台死了 不行的 大家都在做 OK 好 今天講到這裡 小限你忙啊 你還要很多事情做 好 今天講到這裡 星期五見 好 星期五見 OK 拜拜 拜拜